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6回 群峰所过之处附近虚空竟然发出了暴鸣之音 随之一下子晃动扭曲了起来 轰的一声巨响 金色的巨拳在不远处一下子爆裂开来了 化为了一轮金色的光运 将方圆树杖之内的一切都笼罩在了齐下 一声惊怒的售吼在光运中突然传出 接着一团黄芒默然爆发而出 竟和金光一下子交织撕裂到了一起 那只六族蜥蜴竟从附近虚空中狼狈的闪现而出 口吐黄芒的拼命抵挡着金光的攻击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那金小青年一见韩丽似乎有些分心 当即啊脸上争鸣之色一闪 手中的吴毛一闪 竟一下子呢 从其手中无声的消失了 下一刻 韩丽身前树杖处黑芒一闪 吴毛呢 诡异的浮现而出 一抖之下就化为了一道黑光即时而至 韩丽反应 却也极快 几乎在乌毛浮现的瞬间 一张口 一团金色的电弧一喷而出 正好呢 激在了乌毛之上 虽然说 他并不知道此毛有什么的神通 但是从上面隐隐传来的血腥之气来看呢 十有八九应该是一件邪气 用辟邪神雷应该呢正好克制住的 可是让韩丽大吃一惊的一幕出现了 乌毛呢 突然灵光一闪 就一下子化为了一条淡淡的虚影 一闪而过 金色电弧 仿佛激在了虚空处 根本没能挡下此毛半分 原本此毛呢 就已经是近在咫尺之处 如今呢 又展现出了如此诡异的神通 即使韩丽这般身法反应啊 远超一般修饰的存在 也根本是必无可避了 结果呢 亨利生过后 乌毛 歇歇实实的扎在了韩丽的身上 并一下子化为了一团黑芒啊 暴力 韩丽被一股距离冲击之下 不由的是倒退了一步 本身呢 却安然无恙 纵然此毛暴力之后的乌光 漆黑其寒啊 犹如九幽明光 却被韩丽身上一闪浮现的黑色战甲打了下来 这绝对能让普通修饰一击而灭的攻击 在魔甲表面浮现出来的一片黑色符纹中 一闪之下就诡异的溃灭了 韩丽和青年呢 同时都是脸色一变 韩丽自然骇然对方此击诡异 竟然连辟邪神雷都能忽视 要不是天外魔甲自行护主啊 刚才这一下 他恐怕早就吃了一个大亏了 今早青年呢 则心中吃惊 几乎无往而不利的银灵毛 竟然意外的失守呢 要知道此神通啊 不知道为其击杀了多少对手呢 其中小半呢 都是和其同阶的存在 他目中一芒一闪 死死的盯住了韩丽身上的黑色战甲的 虽然说青年第一次见此魔甲 但是呢 从上面浮现出的黑色符文和争灵异常的造型 自然而然的看出此甲不雄寻常之处 心中竟不怒烦喜起来 好 很好 你这点战甲不错 本座决定要下了 青年口中一连两个好字出口 虽然的说道 是吗 要是有本事拿走 那就尽管拿去 韩丽文言呢 心中自然大怒 但是脸上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 本座要的可不光是这件甲衣 连你的性命也要一同拿走 今早青年冷笑了起来 两手呢 往身前一合 然后一分 一柄银色短齿啊 顿时浮现而出 一股惊人的灵压 从瓷宝身上一下子冲天而起了 韩丽目光一凝 一望之下 心中一领啊 因为在用灵目神通一扫之下 从这柄银色短齿上 发现了密密麻麻的符文 赫然的都是银科文 几乎想都不想的口中一声低贺 单手一掐绝呀 顿时呢 附近虚空中浮现出了无数青色光点 一晃之下 狂胀变大 幻化成了巴掌大的青色的光连 韩丽在此一瞬间 将春梨剑阵 激发了起来 并随之袖口呢 冲一侧一抖 一道白影积蓄而出 一个盘旋过后 一条十几丈长的 金银的巨蟒 浮现而出 巨蟒啊 摇头摆尾的一扑之下 就将浑身 变体鳞伤 刚从金色光运 冲出的六足蜥蜴 一下子呢 缠了个结结实实 遍布獠牙的巨口 一咬而去 六足蜥蜴 惊怒之下 口吐黄泄 立爪呢 立刻全部迎上 二者一下子 四要在了一起 韩丽对通灵傀儡啊 确实放心得很 那头蜥蜴巨兽 早已经查看过呢 不过是 炼虚中阶的样子 虽然说 娃娃比其低上一击 但是呢 体内呢 却有两件 兵属性的一宝啊 威能加持之下 丝毫不会 比对方弱上多少的 外加呢 是傀儡之身 在肉搏中 自然更是大占便宜的 除非呢 有致命的损伤 否则的话 威能不会减损分毫的 所以 他一用傀儡 将对方的灵兽 前置住了 心神呢 就全放在了 剑阵中的青莲身上 这个时候 青莲已经一抬手啊 一把将放出来的 银色的短尺 抓住了 抬手 往四周的青莲 望了一望 嘴角呢 露出了一丝不屑出来 只见他 手腕一抖之下 手中银齿一声嗡鸣啊 片片的齿影幻化而出 却凝而不散 显得是呢 玄妙异常啊 哈利 眼角一挑 二话不说 心中啊 箭决一催 四周青莲 滴溜溜一转之下 纷纷的狂胀数倍 连结仪器之下呢 顿时化为了一层 清蒙蒙的光幕 金角青莲 只觉四周景色一片模糊啊 清光闪过之后 他竟深处一片碧绿的草地上 足下全是不过 数寸的柔绿的小草 并夹杂有颜色各异的野花 四周呢 还隐隐的有鸟鸣之声 让人一见啊 心神荡漾 一股懒洋洋的眷意 立刻涌上了心头 大有沉沉欲睡的感觉 缓束 金角青莲目中迷离之色 一闪即逝 马上就反应了过来呀 脸色呢 为之一沉 手中银齿 猛然朝身前一劈而出 无数齿影的 同时一飞而出 但是又默然在身前一聚 化成了一口 树丈长的锯齿 发出了一声龙吟啊 荧光闪闪的一滴而下 风雷之声大作 银齿斩落之处 银符方滚 空间为之荡漾扭曲 仿佛直接呢 要将虚空切开一般啊 四周仿佛是一块 被强行打碎的镜子 在泛起了淡淡的青霞之后 就化为了无数碎片 消失了 不过呢 四周景色一阵模糊之下 取而代之的青年呢 就又身处一片高大的密林中 所有的树木呢 全都是清脆高大 一颗颗笔直挺拔枝叶 茂密异常几乎 将整个天空呢 都遮蔽得严严实实的 一阵地动山摇一般的剧烈的晃动 四周大树都一刹 纷纷倒下 化为了无数节粗大的青木 披头盖盖脸的 只奔青年砸下 哼 区区换数 吃斩一刺也就行了 何必还想顾忌重施 真是找死 青年脸上呢 争鸣之色一闪 手中的银齿一晃之下 密密麻麻的池影呢 从其身上狂涌而出 荧光所过之处 所有的青影呢 都被轻易地一击而碎 化为了点点灵光 消失不见了 这口银齿 竟似乎啊 对幻术专有什么克制的神通 荧光一闪 所有池影呢 再次汇聚一起 化为了一口银齿直奔 一面的青木一击而去 让汗里瞳孔一缩的情景出现了 银齿 即将斩到青木上的瞬间 光芒大爆 让人的几乎没有办法直视分毫 此时啊 就在刺目的光芒掩饰之下 突然是一分为二 原地留下了一道 和先前一般无二的银齿虚影 深深的却一模糊 没入到了虚空中 一闪不见了踪影 要不是这汗里 对青年不敢小瞧 将灵木神通时刻开启着 恐怕呀 也会被欺瞒而过 而在银齿虚影击到青木上 爆发出看似 声势惊人荧光的瞬间呢 汗里头顶上空 不过树丈高的地方 一股几乎无法察觉的 轻微的波动一起 银齿诡异的浮现而出 并毫不迟疑的往下一落 无声无息 丝毫风声不黛啊 瞬间的功夫呢 取得就落到了离 寒历头颅 不过树尺高的地方 在一个闪动 就一下子爆发出了巨大的灵压 不再有丝毫掩饰的 一击而下 此宝片片银霞闪动 声势呢 实在惊人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 汗里的天灵盖啊 猛然金光大爆 一只遍布紫色符纹的金色手掌 一闪呢 从附近的虚空中献出 并闪电般的呢 一爪破开了重重的银霞 一把将银齿的抓到了手中 银齿一探之下 顿时发出了凄厉的坚明之声 烹的一声 荧光和紫金光芒交织一起 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巨响 一圈圈 肉眼可见的气浪 从爆裂中心处狂涌而出 向四周那疯狂散去 银齿 飞一层灵厚的荧光笼罩中 并拼命地伸缩不定 一副呢 想要幻化桃里掌握的样子 但是金色手掌却五指如钩啊 虽然被银齿放出的灵光砥柱 无法真的将其抓住 但是仍在一寸寸的慢慢地合拢中 剑阵中的青年 不知道使用了何种神通啊 竟仿佛不受见证幻术的影响 能够清楚地看到 韩丽这边的一切 心中大惊之下 浮游地露出了一分 气急败坏之色出内 他不夹思索之下 口中一声低贺 接着呢 单手掐掘之后啊 飞快地 冲银齿所在的方向一点 轰的一声 雷铃之声大起啊 从银齿中呢 竟一下子弹射出了一道道 银色的电弧出来 闪动之下 直接击在了金色手掌 爆发出了阵阵的霹雳之声 但是呢 此手掌纵然是坚硬无比 在如此凶猛的雷电狂击之下 也不禁呢 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韩丽见到此景 却笑了起来 陶秀猛然往空中一扶 空中金光大放射下 一个两丈高的紫金身影呢 一下子浮现而出 三头六臂 面无表情 正是韩丽的金身法相啊 此刻的金身 不但体表遍布紫色的符纹 散发出来的灵光呢 赫然也变成了紫金之色 那抓住银齿的紫金的手掌呢 赫然正是六条手臂中的一只 只见三颗头颅中的两颗呀 略微地一滴手一张口啊 两股金萌萌的光辖喷涂而出 一卷之下 就将银齿弹射出来的银色电弧 一卷而走 不见了踪影 身子机会 手掌五指一用力 哼了一声 护住银齿的银色光照 顿时彻底的溃散碎裂了 五指呢 一下子将银齿 结结实实地抓到了手中 然后 另一只手呢 也飞快地一把抓去 两只手轰隆隆地一搓之下 银齿一声哀鸣 散发的银光顿时暗淡无比起来 心身一颗头颅再大口一张 一股金光飞绝而来 一下子将银齿啊 凭空吸入到了口中 竟然硬生生地呢 吞进了肚子里边 这一切 发生的可以说是电光火石啊 等到金角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呢 这件平常异常的珍惜的宝物 赫然和其失去了心神联系 让他顿时又惊又怒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这脚车足青年自然不知 韩丽自己也大喜过望 虽然说他知道凡胜今生 经过神秘能量的退炼之后呢 肯定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但是也没有想到 随手一事之下 今生展现出这般的大神通出来 竟然呢 可以直接夺取对方的宝物 虽然这种夺取啊 有些出其不意 并且夺取的呢 也并非对方的本命法宝 但是也骇人听闻了 韩丽强压心中欢喜啊 单手一拍天灵杆 嗖的声啊 一团黑光竟从其头颅上一飞而出 一个闪动之下呢 就没入到了金身之中 金身一张面孔上 双目黑光一闪 顿时身形一晃 就一下子没入青蒙蒙的光幕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接着突然一张口呢 一团银烟喷了出来 一闪即逝之下 同样的没入光幕中消失了 剑阵中的金角青莲呢 原本是一脸惊怒的飞快的掐绝 想要重新召唤回那柄银尺 但是一发现 金身和韩丽的举动之后 玩面色一领了 竟一下子重新的恢复了冷静 他这才呢 长吐了一口气 将手中的法爵一散 漠然一声大喝呀 肩头一抖之下 背后放出了一具 蓝灿灿的巨大法相出来 此法相高 足有五六丈 但是浑身变不临天 两眼的鲜红四血 头顶和四肢呢 生有了密密麻麻的 仿佛牛角一般的骨刺 看起来呢是凶恶异常啊 更让人心惊的是 这法相双手竟然各自持有一件古怪异常的宝物 一件呢赫然是一口三颗怪兽头颅镶嵌在一起的长柄怪锤 另一件呢 则是一面光滑如镜的 但是由滚滚赤焰从中飞卷而出的三角的牌 青年本身则两眼微密 三手掐出了一个古怪的法觉 神色肃然的念念有词起来了 显然啊 这位脚赤族青年呢 一件行李神通远超其预料的厉害 终于将原来尚存的一丝怠慢了 好奇的是无影无踪呢 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起来了 不过既然他还被春梨见证困在其内 韩丽又怎么能会让他从容施法呢 韩丽脸上一丝冷意闪过之后 心中见诀再一次狂吹啊 见证四周青色光幕中光芒狂闪之下 一朵朵青色的莲花纷纷的从中狂涌而出 然后呢化为了无数莲影 往剑阵中滴溜溜的飞舞而去 一时之间整个剑阵中全是青莲飞舞 大小莲花或含苞预放或寸寸展开 更玄妙的是呢 在这些青莲出现的瞬间 一股股浓郁的花香之气 也一下子充斥了整个剑阵中 更让眼前景象似真似幻 一个不慎呢就可能坠入美景中 而无法自拔了 不过今小青年望着这些青莲呢 并没有被此美景迷住 却反而一眼就看出了 这些青莲中暗藏的层层杀机 脸色一沉之下 背后出现了蓝色法像 就将长柄怪锤 冲着这些落下的青莲抖立抖 镶嵌在锤头的三颗怪兽头颅啊 双目一睁再睁口 白茫茫的狂风赤红色的火烂 一道道银湖竟同时的 从锤上一涌而出 火界锋利 火注雷尾 三者刹那之间呢 就化为了一股三色的巨浪 气势汹汹的直奔空中一卷而去 几乎与此同时啊 那些飞舞的青莲表面呢 也是轻盲一闪 化为了无数道青色的剑影 铺天盖地的积涉而下 见光和三色光浪 一下子呢 就撞击到了一起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117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